部長我先請問一下 這個國安機制啟動部分我先給你確認一下 就是說當我們國安部第一時間知道之後 是不是已經立刻通報國安會 是的 所以第一時間也通報國安會在國內的長官對不對 是的 所以他們之後有沒有啟動 或者說有沒有去跟總統報告 這就不是你可以處理的範圍了 是的 所以國安機制事實上是啟動的了 是的 當你通報那一剎那事實上國安機制就啟動了 是的 大家是有誤解是說那是國安會議才叫國安機制 那是不一樣的概念 好部長 接下來我們談今天這個案子 部長你剛才看了這個畫面 把我們的軍事官跪著進入 這個領堂的會場 好看到我們的官兵 貴在林堂前面 然後看著怡龍的時候 你心裡會不會覺得很不捨 很難過 報告委員我覺得心裡面非常的難過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四個造成這個事件的人員 勇於承擔這種責任 而且應隨我們現在的習俗 我心裡面不捨 但是我覺得他們 必須要這麼做 這麼做我覺得是應對 而且面對了家屬的要求 沒有錯是應該這麼做的 是的 不過就是說我特別請部長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趕快釐清真相 可能另一方面我們軍中的士氣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因為如果軍心換散 士氣低迷 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危機出現 所以部長你這個時候的角色 除了釐清真相 嚴懲相關人員之外 同個時間你的很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要穩住這個時候的軍心 是的 那個參謀長我想問幾個問題 是 委員好 你們不斷提到有所謂五個 所謂的相關的管控的機制 對不對 是 我只問一點就好了 是 現在海軍 還有沒有掛牌這個動作 有 有掛牌對不對 是 當你火線央裝完之後就會掛牌 掛在什麼地方 就掛在火線的上面 會不會被看到 會 所以事實上當你火箭裝完之後 掛了牌之後 所有人民應該看到這個東西 表示火線安裝上去了 是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看到 報委員他 這個我 沒有人看到 包括那個中視 沒辦法在這邊說明 這一點我目前沒有去 那掛牌的意義何在 就是要提醒大家火線裝了 有不同的意義 他有的是注意 有的是警告 有的是損壞 危險 都有 對 但不管怎麼樣 他告訴我們它是一個危險的動作 對不對 火線可能裝了或其他原因 要提醒大家注意 都是一個提醒的 但是要看他掛牌的種類 會有不同的 那火線裝了有沒有掛牌 這個我下去之後了解 因為這個 你還不知道有沒有掛牌 當天有沒有掛牌 我 我現在確實沒有了解 我沒辦法 直接跟 參謀長 這是關鍵 如果掛牌 大啦啦掛牌在那邊 你不知道那不是很奇怪嗎 到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掛牌 我現在確實不知道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你沒有調查這個東西 所以 掛牌是被收批 就這麼簡單 是 那你還不知道有沒有掛牌 這個我相信我們的調查的人 有把它列入他的項目之一 但是我個人現在是 參謀長 這個資訊你應該取得的 是 當你火線裝了之後 掛牌這個動作 是要提醒所有的官士兵說 這個是 開始有一些相關的危險動作 會出現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 結果你還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掛牌 如果船上沒有 那就是錯誤 就是要檢討的 所以我們要檢討哪個SOP環節出錯的時候 你們沒有告訴我 那邊有一個動作叫做掛牌 是 是 對不對 是 因為我沒有猜 好 我就請總督大長來報告 那督大長到底有沒有掛牌 主席委員好 我是總督大長 根據我們7月1號 當天初步的調查 是沒有掛牌 所以就違反SOP嘛 是的 對不對 是的 這麼重要一個動作 你們之前都不講 這是我們目前在調查的 對 沒有錯 所以你跟我講 所以有一道一道的保險 還有一個保險 那個叫什麼 掛牌 結果沒有掛 又漏掉一個機制 不是很奇怪嗎 火箭裝了之後 掛牌要提醒所有官兵 包括射控所注意 火箭是準備好的 飛彈是準備好的 結果沒有 我再問幾個問題 我們講系統470 到哪個地方470 假列超演是不是組合 超演 是的 所以包括所有人 包括艦長 副艦長 作戰長 兵器長 都應該就定位 沒錯吧 在操演時間 要就定位 所以至少這些人 都應該在現場 對不對 就當天的狀況 應該在現場 照理講 理論上應該坐在場 是 就戰棋室裡面 不論是兵器台的操控 或者所謂作戰操控台 除了第一線的 操控的士官 後面還有幹部 對不對 是 督導幹部 所以至少四個人 在戰情室裡面 理論上 至少 是的 大概最後只有一個人 在裡面 是的 這就是我們做錯的地方 沒錯吧 是的 好 我問你 兵器操控台的士官 可不可以去碰 作戰操控台的 這個所謂 軟體鍵 操控台 控制 可不可以 他沒有授權 不能碰 對不對 對 所以 預設目標 一定目標 不是他能碰的 對不對 預設目標 就我們這套系統的 就是 當天 我們這位中士 他的那個操控台 具備 可以 運 運你目標的 這個 所以他的兵器操控台 是有運你這個設計 他原始設計就有 所以他不需要 作戰操控台 具設計 不需要 那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一個人就可以決定 那個操控台 就控制全部了 所以我們要靠的 就是我們沒做好的部分 我們的副勢的 一個管控的 他能夠在 實戰的狀況下 只有一個人 能夠下達目標的 所以當時設計 就是這樣子 一個人就可以操控 我們有一連串的 那這個合不合理 好不好 我們再檢討 好不好 所以我特別強調 發射之前 有兩個大問題 一個是部隊募務經濟 該有的SOP都沒有 上級督導不死 是個大問題 是 接下來問 懲處名單 到底夠不夠我們再談 剛才講 掩蓋了三分鐘 8點15還是8點 洞815還是洞812 你現在跟我講 洞812是錄影機的時間 洞815是所謂的 中原標準時間 到底現在是哪個時間 我已經搞混了 報委員我還是強調 洞812是他的錄影機的時間 那實際的時間是洞815還是洞812 實際的時間其實我們現在也把相關的這些資料給高檢了 那問題出現了 通聯的記錄 有打電話通聯的記錄 瞬間打的都能夠去做證實 可能那個時間在戰情室裡面 只有他一個人 他可能沒有去看 我們任何的現場重建有一個動作 是的 要校正所有的時間 沒錯吧 是的 不然會亂掉啊 是的 那我問你 到底你們所掌握的洞815 你們認為這是中原標準時間還是錄影機時間 因為這個有關鍵 如果因為這個部分我還是跟委員強調就是說 我們現在通聯的相關的資訊 好那我問你下一個好了 都送到高檢去了 關鍵的四分鐘好了 是 你告訴我 洞816是飛彈射出去的時間 這錄影機時間沒錯吧 是的 那洞816收到海區戰情回報 洞816是錄影機時間還是戰情時間 是在我們的職日官司所回報的戰情時間 那是什麼時間 他的手錶時間還是什麼時間 是他在那邊的 他的 他所 我們會做那個地方 參謀長這是關鍵 因為如果你動816是錄影機時間 而中原標準時間是動815的話 你的通報時間是一分鐘 沒錯吧 是的 因為動816就回報了嘛 是的 可是如果動816是所謂的 中原標準時間的話 你的通報時間是四分鐘 落差 所以到底是什麼時間 我現在搞混了 這對你們很重要耶 是 報委員 我還是在強調說 我們接到第一筆的資料 是動816 動816 我們接到第一筆 而且這個職日官司 而且從其他在現場的人的通聯 我跟委員做一個解釋 主席對不起 給我一點點時間很關鍵 在那個時間點 差不多 第一通的電話 第一通的電話 還有其他人 我不能講是哪 後面第一點 都是 動816 最接近的是動816 對 但是往前推的時候 就有一個關鍵了 是 到底發射是動815 如果是動815 我們講 標準時間 換句話說 你們一分鐘就通報了 對不對 其他周邊也有人 他的通聯時間 我們現在調出來 都是動8 最接近的是動816 錄影帶的時間 其他都是你們通報時間 其他的都是我們的戰情的通報時間 這個時間我真的搞混了 這個很關鍵 造成您的搞混困擾 不是我搞混是全台灣都搞混了 我在此做一個說明 因為是因為錄影帶的關係 這怎麼會錄影帶的關係 錄影帶是檢察官的時間 但是你們作為自己的一個通報時間 要先立定清楚 到底什麼時間 我們回報的是動815 我在最後問一個問題 對不起 256 是潛艦部隊對不對 256 他們通報時間動816 沒錯吧 是的 我們記錄是動816 金江店有沒有通報 金江店他 當時他在船上的時候 艦長不在 艦長怎麼樣 艦長不在去開會 去哪開會 在艦上還在別的地方 他到那個 因為今天要測考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的是 這個也是我們在 再講一遍 這很重要 艦長有沒有在艦上 艦長不在艦上 艦長不在艦上 是的 因為他當天要測考 他早上到校 他到校準部 也就是測考的單位 去做事務的協調 所以金江艦 或者131都沒有通報 131有通報 他們有站隊長有通報 而且時間也是 也是在8點16分通報 同一個時間 是的 最後我講 對不起30秒 我覺得問題就出現 你們整個戰情回報 連時間就繳不定 還有整個鑽管監控系統 照理講 我認為 所有的重要的飛彈 一出去 我們站管中心都應該知道的 就算是不是誤射 正確發射 站管中心都應該知道的 更不要講 後來發生保防系統失靈的問題 失能的問題 這塊我們事後一定要好好檢討 是 是 謝謝 部長辛苦 下一位我們請李玉林委員 諮詢 主席 請馮部長 馮部長 請備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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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